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慈悲法语 佛法的修学 超越心智思维三 心智常处于不满足的状态之中 因此它总是贪得无厌 当你认同于心智时 你很容易觉得无聊与不安 无聊代表着心智 渴求更多的刺激 更多填饱思考欲求的粮食 它的饥渴还没被满足 当你觉得无聊时 可以随手拿起一本杂志 打通电话 转换电视频道 漫游网路 逛逛街 或者更常见的方法是大吃一顿 暂时以身体上的口欲 来满足精神上的溃乏欲求 然而你也可以保持无聊与不安 并观察这无聊与不安 是什么样的感受 当你带着决心去观察感受时 刹那间 某些空间与急躁 会在感受四周升起 它一直都在那儿 起初并不明显 但随着心中空间感的不断增长 无聊的感受将开始消失 并不再那么明显与强烈 所以即使只是无聊 都可以教导你认识 你是谁 与你不是谁 你将发现 无聊的人并非是你 无聊仅是你体内一般受限的能量流动 相同的 你也不是一个爱生器 悲伤或满怀恐惧的人 无聊生气悲伤或恐惧 既不属于你 也不是你个人所特有 它们是人类的心智状态 总是来来去去 变化不断 那些来去的都不是你 那些来去的都不是你 比如我很无聊 谁是那个知道无聊的人 或是我很生气 悲伤害怕 谁是那个知道生气 悲伤害怕的人 其实你就是那个知道 而不是那些被知道的情绪状态 任何偏见 皆意味着你认同于思考的心智 这也意味着在你眼中 不再看不见其他人 但只有概念认知上所谓的人 将活生生的人简化为一个概念 已经是某种形式的暴毙 思考若非直击于决性 将变得自私与功能障碍 没有智慧的聪明是非常危险 且具有毁灭性的 然而 这却是目前大多数人类的状态 我是小卢 以前我在外流浪 有一餐没一餐的 时不时就会有生命危险 后来被慈悲的大师傅收养 现在住在一个充满温馨的大家族中 每天都有纯素又营养的狗粮 生活超开心 近期家里来了许多跟我相同赞誉的狗狗 我们很快变成好朋友 但是碗里能分到的食物也变得越来越少了 让我好担心 哎 肚子好饿哦 咦 有一个洞 我一好奇就跳进去一探究竟 哇 终于有好吃的了 也好 ing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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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你内在的能量 脑中的杂音便会立刻慢下来或停止 在你的双手 双脚 腹部与胸部上去感受它 感受你本然的生命 那让肉体活起来的生命 身体于是变成了一扇门 通过它你可以更深刻地去感受 那潜藏于你不安的情绪与思维底下活着的感觉 你的内在 有种可以以你全然的本体 而非只是头脑 去感受的活泼生命 临在的当下 身体的每个细胞都是活的 你不需要思考 然而在此状态中 如果为了某些实际的需要 你必须思考 心智就在那 仍可运作 而且可以完美地运作 因为更大的本出自信 真正的你 在启用着心智 并透过心智来表现其自身 你也许忽略了在你生命里 曾经瞬间闪过一些不思而查的片刻 当时你也许正从事着某种体能活动 或是走过房间 由于你全然的临在 平时分歧的思绪 沉淀了下来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有觉知的灵在 也许你曾经发现自己正凝视天空 或倾听他人说话 但脑中扑起一丝意见 你的感知如水晶般清澈 不为念头之云朔则比 对大脑而言 这些片刻并不重要 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得去思考 他们是如此的短暂且无从记忆 以致虽然已发生 你却没觉察 事实是 这些短暂片刻才是你生命中能发生的最有意义的事 他们是从思考转化到有觉知 临在的台端 超越心智思维五 面对无知要处之泰然 这会带领你超越心智的局限 因为心智总喜欢推断与诠释 他害怕无知 所以当你可以宽心面对无知 你就已经超越心智 而一种更深沉 非概念化的了知 也将从这里面生起 想要在艺术创作 运动 舞蹈 教学 资商的领域中有所专精 需要的是努力 这也意味着思考的心智完全不需要介入 或至少是次要的 当一切皆由一个远超过你 但本质上与你合一的力量 与本质皆长时 就再也没有什么决定要做 但你却可以临场 试掐地随机反应 这都不是你在做 掌握生命与控制它是对立的 你要与更广阔的爵士合而为一 让它采取行动 发表言论 完成工作 危险出现时 思维之流会短暂中止 在此间隙中 你将品尝到何谓灵在 警觉与觉知 真理远比心智 所能理解的更为全面 思维是无法涵盖真理的 最多只能指向真理 例如思维可以说 万物在本质上是一体的 但它只是指标 并非一个明白的解释 想要懂得这句话的意思 得在内心真正感受这句话 所指涉的真理 然而一起真理 回归本性是多么容易 我不是我的想法 情绪 感觉 或种种经验 我也不是我的生命内容 我就是生命 我就是万事万物发生的所在空间 我就是那绝世 我就是当下 我本事 再来 我们要认识的是 谁是真正的你 当下与最深层的你 是密不可分的 当你认识到真正的自己 你会有一种持续的 活生生的平静感 你可以称之为喜悦 因为喜悦 就是充满生气的平静 这个喜悦是来自于 你认识到了自己 正是那个尚未披上形象的外衣 无形无相的生命本质 这是本体的喜悦 是做真正的自己的喜悦 对手优优优独播剧场 Subaru isin 彼此和她都一直为 Summit 你识到尚未来 cida 各位道德 阿弥陀佛 最近很多人问我说 师父 我修行一定要持咒嘛 但是各位 我告诉你一定要持咒 咒就是佛的心 我们凡夫念咒 就把佛的心入凡夫的心 当你念咒的时候 佛陀的一切的功德 就入到你的心里面 那言经更说 当你念咒的时候 佛与你同一个空间 佛的大光明障 就融入到众生的心里面 你就有佛的力量 来帮助自己来立你众生 所以希望各位要天天持咒 弘扬持咒 而且每一个咒语 只要你佩戴在身上 可以免很多的毒 可以消很多的磨 如果你把咒语贴在佛堂 贴在家里 这全家平安 所以咒就是佛陀大悲心的力量 所以佛陀的一切的福田事业 都是要回向布施给众生的 只要我们开口念佛陀的咒语 佛陀的功德事业就融入在我们身心 消业障得到一切功能 所以各位多持咒 各位印咒语 我们最近要印很多的咒语 跟大家结缘 大家也多付持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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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 如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应全程戴口罩 例如搭电梯或开会时 也提醒您 当有出现发烧 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或身体不适时 也请戴上医用口罩 紧速就医 防疫期间 正确佩戴口罩 并注意戴口罩时手部卫生 少碰眼口鼻 口罩使用后丢弃垃圾桶 共同为健康搭起防护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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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让生活自卑 让心更自由 生命电视和你 一起直速念佛 放声点灯 执着 Zither Harp